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给你们讲一下怎么去清掉银的氧化 那这个的话我用过好几次了 就是说我这一根的话之前视频有看到的话 能看到就我上面有些小黑点,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 我给你们转一会看看 有点小黑点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或者这里有一个小点就是不知道算不算很明显了 就视频上面因为我现在看的屏幕好像不是很清晰 反正有点小小的,而这里应该能看到了 那大概现在给你们说一下怎么抛光 那我这根本身是同,里面内吋是同的,然后上面镀银 那所以说不能拿正常的那种抛光膏来用 然后我就对我顺便想把这有颗小小的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的一个好像像是咖啡色一个小点 然后我想试一下把抛掉这样子 这根也是镀银的也不是纯也不是石巾或什么的 对,然后这个的话就我一直在用的一个品牌 但是不是业配啊,这个真的是我用了好多遍 然后这个抛过很多遍,也看他没有拖度 然后才来说做一个视频的 那这个是那个抛根布 本身不是这个,本身的已经被我用完了 这个是后来再买的 然后先把这些给放一边 打开一下这个 这个是专门金属用的 这个是专门金属用的 像这种 树枝吗 就不要用 这就基本上你要把就只用在金属上面 它上面写就这个也是专门就硅金属或珠宝上面 这个本身是给珠宝用的 然后就是说比如说有手表什么 也可以拿来抛光一下 那这个就是整片拿出来 那这个盒子基本上就没有用了 然后再下来就这样 把这个先给拆一下 那这个东西的话有几个东西要注意的 要用之前就是 但是 对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本身的笔的话 会不会那个怎么讲 会不会那个就是翻车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之前买过不同的一个存银的镀银币吗 然后我就之前我威迪文那边的话 也有做过一支特别旧的一个笔 那个本身也是超级多黑点的 然后后来就是抛光抛到现在就比较干净 然后再下来就好 那个我们现在这个这个是有点味道了 但是不是很大 没有那种天哪水什么那种就那么厉害 然后这个记得准备好手套 就这些防护厨师 就这个东西反而防护厨师做足 那我通常我带单手 因为一只手插一只手拿这样子 好那再下来像这样 然后这时候把这些东西给拆掉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效果 这个笔芯拿走一下 好那就我要泡完这里两个键 再第三个第三个的话就这样子 然后那个用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这样子挤上去 然后这样子高屋撞屋 哎你看他这么一坨 然后再下来就这样 就这样子插很简单 就插很简 其实不会拿 你看我手拿到其实应该拿两只手的 不过算了吧 那个这样 我用左手插吧 然后基本上这么一泡泡 其实就搞定了 然后这块布就你看这有点黑黑的 但这个其实是如果你磨清楚 我磨过都知道 那个粉肯定是黑色的 然后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么抛吗 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德惠就是用另一块 我是用纸巾或者用水 稍微粘点水稍微擦一擦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现在这么看 德惠给你们看一看那个效果 我现在这样抛一回 那抛一回应 呃就看得要看那个物件是什么 这个说不准要抛多久 那现在这么看的话反正 嗯 已经ok了 就是因为我那个不是明显 你看视频也要转了很久才有 如果是啊 还没好还没好 还有还有一点点小小 还有一点点小小的 那我们就再抛一下 就是这样子 但这个东西反正就是慎用 就这么一直插 然后花点时间 但是这个会不会造成什么毛痕 我就不确定了 因为我倒不是很介意那个东西 其他的暂时好像没什么 好然后我们再来就是 啊 你看现在这那高就没掉了 就黑黑的一块 然后这边也是 呃刚看到是在笔生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在笔生这里给抛一抛 其实这时候你可以换一块新的布 你看到他黑了 我个人就通常就每次抛就一块 除非是整块真的很黑了 没办法了 我就再换一块 我通常这样子 那高其实还是挺难用的 我买了现在好像一年多了 因为这支笔来了其实也很早 只是我一直没有拍视频这支笔 然后呢 这个用反正还还ok 然后就难得这一次可以做视频就 哎 现在看到比较亮了 那那个黑点好像刚看也没了 现在 然后再下来就这么这个位置 这个是杜金比一翻车就很糟糕 就整个一块了 哎可以了一下就没了 没了没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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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可以很干净 对他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把这个给擦一下 你可以沾点水 如果怕上面有残留什么的 那顺便记得把这个给盖一下 那基本上这样很简单 这个东西反正就是 但是如果是你要用那种树枝的话 要买那种就如果要抛 这种树枝的话嘛 那要买那种 之前有人给我介绍过 但是说说我没有尝试过 是那种什么田工的模型 那种抛光膏 要最少要一万目以上的 那就可以 不然的话 但是那个我没有试过 你们喜欢个自己试 但是翻不翻车不保证 这个就你看我刚刚也是 也不确定会不会翻车 那现在这么看 那些黑点就没有了 但是有些纯银的那种的话 像万宝龙那些垂温银吗 他是用那个这些这些地方的挤的擦干净 他是用那个什么 他有配一个抛光布好像是 一两两百块 或者接近两百 好像差不多这个价格吧 不会超过三百万 就是你懂吗 那奢侈品价格说不准 那基本上像那一个 他们有专门配个插影布 好像是直接可以把氧化的那个给插掉 那像这个的话就 呃 这个怎么说表野鸡流 我现在用这种方法 就是珠宝用的 然后碰到手机的到时候洗手这个东西啊 呃 小朋友在家的话 其实家长陪同还是那句 然后这个还是有点味道 那现在你们看 哎 这里还是有点那个 那现在看到上面的黑点 我给你们转一下 看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现在是看笔 我不是看屏幕 那现在这么看 你们看到上面好像就什么都没有了 已经你看到吗 都没有了 就很干净 就黑黑的上面就没了 反正就挺好用 这种镀银的也能用 因为我这个的话 应该他肯定不是纯银了 这支笔的话 毕竟纯银的话价格也不会说那么便宜 我觉得就是比起纯银的价格 对 好 然后再下来的话 我们就这个你可以拿一个湿纸或什么插 他把那个上面留下那个东西给过 就是说给稍微过滤一下 因为手经常碰这个笔的话 他比纯银的氧化很正常 或镀银的也会 都这个是常见一个情况 那这时候下来我们把这个给 OK 把这些给擦干净一下 好 然后再把这个回去对准一下 OK 哦 你看到翻车就是这种了 看前面这个 然后前面那这时候怎么样 就把这里给擦一擦 好 刚刚我忘了把另外一边给擦了 然后这时候下来 对 大概这样子 其实有些在里面已经有无底 有点不太好弄 但还是尝试一下把它弄出来 就这样子稍微擦一擦吧 反正就 对应该没有了吧 这个就稍微弄点细细的 然后就给它弄进去 可以可以差不多 然后这样一样 那一个给它对准回去 因为这个主线嘛 OK可以可以 然后 我们把这个 给对准回去 好 差不多对准 那可以 现在再看一下整支笔 看到这个 如果你那个明显黑点很大了很密集 那种要抛的很久 比较久 但是花点耐心 你现在看就整支还是很OK 我用了差不多这支抛了 最少有六次 反正现在没有把我那个镀影承托 就是给那个磨下来了 就是我也没看到有什么脱 就脱壳 就脱镀了或什么的问题 反正还挺好的 对 大概就这样子 好 那一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那一个 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